大家好,我是飞表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好,今天主要去给我自己填坑 那么这个坑是我自己挖的 那现在由我来自己去填 那早在之前我去更新关于PiNetwork最后倒计时 要不要去发布路线图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应该会踩坑,应该会踩雷 因为我做节目的一个惯性是有时间的延迟 那么我因为平时有工作 那么我在晚上录制节目第二天剪辑 那么剪辑完之后再上传 上传之后还会再隔几个小时之后才会发布 那么我为了去保持我持续的更新 我才有一系列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首先就会导致我们看到视频 它不是说马上拍摄,马上剪辑,马上发布的 我们在做一些信息的时候 那如果说信息更新的频率高于我更新的频率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踩坑的情况 那今天我就踩坑了 那么这个踩坑并不是说我打脸 而是我真实的踩坑了 那这里面我们就先看一下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那么下面的评论是怎么去评论我的 那好,下面有个派先锋就说 黑派黑了一年 又要挖又要喷点心的端着碗骂娘 你喷和不喷都在发展 发了内容根本就没有营养 废话也很多 那好,这是第一个先锋给我的一个留言 那么第二个派员就说 已经发了,还在暴存,很没有意思 那好 那这个先锋就说 视频是两个小时发布的 好好看见人家的官网有没有去发布 那么虽然我对这个线路图感到非常的垃圾 但是人家确实发布了 你这他妈就是有点黑呀 那好,这也是关于派先锋对我的一个指责 那确实按照这个他们的理论来点的话 这个他人家指的是没错的 我们先不要说别人去怎么讲 或者说我是不是黑子 或者说他们有没有在黑我 先不谈这个,我们先谈事实 那好,这个先锋就说 已经发了,是吧 那好,还有人就说 行行吧 这个就是说每天都会留言 就说他们是有犯罪了 我们就不去念了 好吧 那下面还有说 队长做影片的同时 官方已经发布了路线图 终于看见这个老粉了 终于看见这个粉丝 能够去认证看完我视频的人 或者说是他是真实的 去知道我的这个形式规则是怎么样的 那么他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因为我在做影片的同时 项目方做完这个影片之后 那么项目方才发的这个路线图 所以说我是早于项目方去做了录制的影片 但录制影片之后 我在发布出来的时候 项目方已经发布出了路线图 所以说中间产生了时间 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坑 是吧 好 下面还有人就说 很多派遥都不玩 这就是一个骗局 然后换大饼跟大家创造收入 没有发现已经强制打开广告了吗 那这个呢确实是已经强制打开广告了 那好 还有人就说不是已经发了吗 不是发了吗 都是说不是发了吗 不是发了吗 人家都发了 你为什么还说人家没发 都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好 我们今天就去看一下 我昨天去录制节目时候的一个状况 那么好 因为我的电脑呢 有一个缓存 我昨天的时候 只要我不刷新 就是我昨天录制节目的一个时间 那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昨天我去录制节目的三个地方 那么第一个就官方的网站 官方网站里面就是这样的 好吧 那我们先去看一下官方网站里面的区块链里面 第一个是圆周率节点 第二个是派浏览器 第三个是圆周率的白皮书 那好 我们看到这个之后就知道 在我昨天录制节目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间段呢 它就是没有路线图的 那好 那我们再去看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是我们看一下 位置跟昨天的那个地址一模一样的 链接地址一模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看最后的几个是MENT斜杠 是吧 那么这里也是MENT斜杠 你看这里是圆周率派浏览器 然后派的节点 那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今天的这里 看到没有 下面多了一个路线图 那么就是证实了 我这个人不是凭空捏造 也不是黑派的人 我只是基于我当时所看到一些信息 准确的报道给大家 那么至于大家说 我就是黑子 我黑了一年 黑了两年 我有没有营养 那这是另一个别人 我的能力有限 然后我每天做完工作之后 还去赶一期视频 赶完一期视频 第二天抽时间去剪出来 然后再发布 说实话 我能力有限 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要让我去给你做出 多高质量的一个节目 我早在之前就说过 我是做日更 而且引起人们非常大的一个声势 让你得到进化了 我没有这个能力 不好意思 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那至于是不是黑呢 我文心之味 我没有黑派 我只是基于事实求是 把事情给讲出来 那好 这呢就是关于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一个时间差 那么时间差导致呢 自己为自己挖了一个坑 那么这个坑呢 由我自己现在把它填回来 那么至于大家认不认可 那么或者说派友 还有其他的不同看法 你可以在下方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那好 今天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关于派项目方 他去更新了这种路线图 那路线图呢 他分为上下两个版本 那第一个版本呢 今天已经更新了 那么他的日期呢 是在中国区的 11月份的时候去更新了 那么在海外区呢 他是没有违约的 所以啊 项目方至少来讲 就像刚才一个派友说的 他不管说他给我们这个路线图 到底我们买不买账 但他至少更新了 那也就是说项目方 他这次是信守的承诺了 那信守承诺这件事情 我们值得去为他鼓掌 那好 我们就去看一下 他的路线图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 Pineinterware的这个路线图 他路线图里面 首先讲的是 Pi网络的路线图 Pineinterware 一共有三个阶段的路线图 第三个阶段呢 分为两个部分 封闭组网 就是当前和开放式组网 那么我们呢 现在经历到哪个阶段 我们先从第一个阶段 Beta开始 Beta就是测试网阶段 那么在2018年12月份的时候 Pi在主要的应用程序中呢 公开列举出 它移动了应用程式 作为最初的Pineinterware的 Alpha原型 就是说我们这一先复呢 是最初的原型 那么在2019年314 PiD 原始的Pi的白笔书发布 标志着Pineinterware 正式上线 那么好 接下来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 就是该阶段于2020年的 314的时候推出 也就是说 经历过2019年 整整一年的时间呢 标志着去中心化的区块链 过渡到另一个关键的工作 一个拥有未来世界各地 分布式节点的测试网络 那么Pi测试网络呢 以及可访问的 Node 就是我们的节点软件呢 不仅支持区块链的测试 还发起了社区 去中心化的建设工作 那么以Pi的测试应用程序 那在2020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那好 接下来就是进入了 第三个封闭式的组组阶段 那么第三期呢 就是封闭式组组 那么该阶段是从2021年 你看又是过了一年的时间 是吧 12月份的时候开始的 那么封闭式网络期间呢 意味着组网处于活动状态 但设有防火墙 以防止任何不需要的外部链接 先驱者可以能够将花时间 进行KYC 并且将Pi来迁移到 实施到组网区块链 而社区呢 则在封闭式网络上面 去为社区构建 应用程序和使用程序 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了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经历着KYC 我们现在还在经历着组网的一个迁移 以及经历着我们正在建设使用程序 那么接下来是它的开放组网 就第三期开放 开放式组网的网络 开始取决于封闭式网络生态系统的成熟度和网络KYC进展 开放网络意味着封闭式网络时期的防火墙将被移除 允许任何的外部连接与其他网络 包括说钱包以及任何想连接派主网的人 那好 这就是关系它的路线图 路线图已经把它给讲完了 那么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先去看一下 它这个路线图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毛病 到底是不是社区里面想要的 首先我说一下这个肯定 就是说我从社区里面 从我的一个留言里面看到了 这好像社区里面人都不买账 但它是真实的一个标准格式的一个路线图 那么有人在派的网络里面待了太长的时间 他没有进入区块链 他就认为了 这个派是不是就要真实的把这种路线图写得非常清楚 或者说就像一个文档一样的 一个表格一样的 或者说是列举的非常详细 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那么就是进入到派原始 它给大家打着了一个什么博客行为 或者说X行为 就是我们什么信息 我们的推送出来 然后推送出来长篇大论 然后讲一些有用的没用的话 其实派这次的这个路线图 它是完善于它自身的一个构架 就是让币圈里面的人 或者说让区块链圈的人认可于它 因为派Network这次它的主网路线图 它是完全是一个废品 一个废物 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对于至少对于我们未来来讲 它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以及对于我们现在参与了四年的先锋来讲 如果说你只参与过派 那么对于你讲是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 但是它对于区块链行业里面 以及币圈里面的人 讲非常具有意义 因为在币圈里面的区块链里面的路线图 都是写的非常含乎的 那么它这里讲的β阶段 测试网阶段 封闭式网络阶段 以及组网阶段 那这个就是区块链里面的一个标准格式 那有人就说 PiNetwork它未来不会走入币圈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是 Pi的路线图 它是极尽的去趋向于加密货币圈的 那加密货币圈其实都是一样的 写的路线图都是不明不白的 不清不楚的 如果说你要去看清楚的话 它下面最多就是给你防一个链接 让你去仔细的去跳转到另外一个网页里面 另外一个专门讲技术的技术参数路线 那比如说我们Pi采用的恒星协议里面的恒星网 恒星B它就是这样做的 那么他们的路线图就是这样的 其实你看Pi的这个做法 它的非常多的一个传承 还是来源于这个恒星B的一个做法 恒星B也是一样的一个线路图 但它线路图里面一二三 但是它每一个东西都好像没说什么 但是它好像和Pi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Pi它没有给出一个链接 跳转到链接上面你仔细的去看它的技术参数 和它的审核标准等等等等的一些一类的东西 那这里Pi为什么没有呢 答案是Pi现在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色 而且Pi现在没有去开源 而且Pi它的技术可能还不成熟 我只能是这样说 因为它没有给出一个链接 那么当然这里有人会自问了 就是说那以前一直都是黑Pi的 那为什么它这次做的这个无效的这个路线图 为什么你又觉得是可以的呢 因为我看见的是Pi它趋向于开始走B圈的路了 就大家认为就是Pi可能不会上交易所 那么可能不会走B圈的这条路 但是Pi它写的这个白皮书告诉我们 它其实也要走B圈的这条路的 那么它的路线图和B圈里面的那些B种发布的路线图是一样的 那这些我们对于先锋来讲 东西这些全部我们都是知道的 没有必要再去跟我们讲出一遍 但是这个对于外部的人就是那些已经在B圈里面混的人 那么大家来看的时候也觉得Pi 你好像有在做事哦 那么你看你现在路线图也有了 自己的一个区块链的浏览器也有了 自己的架设的节点也有了 那么投放空头的这个APP也有了 那么现在还有路边论坛了 是吧 现在还在据说在做这个质押聊天啊 有生态啊 那么在外界人的看来的话 如果不仔细去探究这个项目的话 认为这个项目绝对是一个明星项目 那么当然如果说人家仔细去探究之后啊 人家发现它还是明星项目 因为什么 Pi的社区太过于庞大了 Pi的社区里面具有无限的潜力 那这个潜力至于我们是如何去挖掘它 要根据个人的一个立场 以及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看到的PiLinture 它是有在继续的往前走 而且它走的路呢 至少来讲我们目前来看的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那么它是趋向于B圈里面的 那些加密货币的一种走法 那至于各位派友 或者各位看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们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但是我要说的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整个节目当中 我想表达最最重要一点 就是Pi的这个路线团 它会发布两个版本 那么第二个版本才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版本 也就是说在下个月 在十月二月份的时候 它就会发布 那么它会基于这个版本的白皮书 社区里面对它的反馈呢 进行它的修改 或者说对它有战略性的计划 那么我这里呢 就说了 呼吁呢 现在所有的先锋 要去为第二个线路图 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 因为开放式主网的日期呢 它是没有写的 那么在第二版的白皮书里面 它会不会写 这就要看社区里面的力量 社区里面能不能集中一下 把这个我们需要的诉求日期 把它给打出来 那么这里在哪里打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官方X上面去打 那么以英文的形式去打 那么打完之后 at项目方 那么也可以在Panetwork的 这个YouTuber账号里面去打 那么我们都可以在 把自己的诉求 就是说主网日期 发在项目方的哪里 让项目方知道 社区里面其实想知道主网日期 那好 这呢就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 当然做与不做是你们的事情 或者你们有其他更好的看法 你们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一起去探讨一下 那么我今天看到了 这种路线图更新了 那么实际上讲的呢 它是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 但是呢 它这个东西是必须要有的 好吧 是必须要有的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